为了资助清寒学生 八升新华中学 睽为四年举办义脉娱乐室 收获超过500万令吉 副校长李荣兴就提到 今天有不少的校友和家长 都回到校园走一走 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大家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确保华教之路走得远 走得顺 八升新华中学 外围今早车水马龙 校园内人几人 这场义脉娱乐室 设有超过100个摊位 售卖各种物品 此外还有文娱小舞台 华乐 口琴 相声表演应有尽有 校方估计整天下来的访客人数 大约25000人 突然间学校这样很多人 是觉得很热闹 然后觉得很开心 因为有很多档可以买东西 也有游戏档可以玩 除了有游戏 其实你知道 一卖会的目的是什么吗 就是投备那些奖学金 为了那些要来这边读的学生 但是没有能力的 所以就我们前几天之后 还记得我们的校长报告 已经达成目标了 那时候 现在就照样进行了那些一卖会 弟弟的资讯正确无误 校方本来要筹集350万令吉 但是目前已经达标 甚至超过535万 新华中学以目前的人数来看 仍然有8%的孩子 需要我们资助 那我们每一年呢 助学金小组 董事顾的助学金小组 我们需要拨出将近70万令吉 来支援经济上 家庭上需要资助的孩子 因此我们希望 投过这次的助学金的这个筹措 能够让我们的基金能够扩大 一些受访的校友也提到 所谓念读中都有钱这说法不正确 算是刻板一样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人 也是有靠讲学金 助学金才能继续读嘛 所以觉得有些 不否认是有些是家境很好的 但是主要也是 是因为家里人是热爱华教的 所以他们是有靠助学金 才能继续读 一个学校其实它也是需要 一定的资金来运作这么大的公司 这么大的一个学校 所以单靠学费的话 其实不完全足够来 支持一间这么大的学校的 所以通过这个义卖 又可以让同学感受一下 有一点机会接触到外面的人 而不是只是局限在学校啊 华文教育这条路 需要社会人士每一个人 每一个环节的大力的支持 付出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在这样的一个发展底下 我们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顺利 趁着义卖会 不少校友今天呢 也相聚回到母校这边来团聚 那气氛当然是非常熟悉 非常融洽 甚至有点感动 那些收谎者就说呢 其实对比出社会的这个生活 以及在校友的这个生活呢 出社会之后嘛 当然面对的挑战也不一样 各有各的好 可是呢 如果给他们选择的话呢 他们其实呢 还是比较向往 以前在中学时期的那段轻松岁月 进入社会后的感觉怎样 还是学校好 还是母校好 为什么 开心啦 就是很很 只要开心的过日子而已 学生的生活是怎样的 学生生活这边就是 功课多辣 就是觉得 功课 功课多 比如做好社会过后就 比较多就做工 然后你要思考的东西很多 然后 又要在KL这样子的地方做工 然后又要考虑的钱也是很多 中华压力 工作就很多 就有些工作好像 他们会比较要求你做更多 不过这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必行之路吧 这场义脉娱乐是 由新华中学董事会主催 家教协会承办 学校全体教职员 三机构和全校师生 超过4000人参与 筹集到的款项 希望能够帮助有需要的学生 完成学业 为社会栽培更多人才之外 也希望今天的活动 能够让学生学习团队合作 栽培领导能力 沟通技巧 时间和财务管理 还有一点 就是凭借实际操作经验 培养社会责任感 巴特空间许文杰 巴生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